大家記得Peter之前投資了一部偶像劇 《泡沫之下》非常成功 無論在收市方面 收入方面 兩樣都非常成功 聽聞接下來你又紅心勃勃 又想認我一部劇 休息了四年 其實製作《泡沫之下》的反應都很好 尤其是內地 尤其是幕後人士的 reputation 雖然很多電視台製作公司都希望找我合作 和我簽製作人的合約 不過我一直都沒有去做這件事 因為不想急 我希望當自己準備好 找到一個好的題材 現在終於找到了 四年之後 這個題材好像寫在你自己 但希望我媽媽和爸爸不要看到這個訪問 台灣人說的這種男生是叫甚麼 不婚男 不婚男 香港是我們比較好聽的 就叫做鑽石王老五 對嗎 為何會寫不婚男這個題材呢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人都不想結婚 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理由 其實這個社會是一個很重要的現象 我希望可以由這個劇去解釋去寫 然後我不想把它寫得好像偶像劇 很夢幻 愛是永恆 永恆是永恆的 但這不是生活 所以希望可以有些比較真實的東西 寫實一點 對 上一次泡沫之下 你成功找到你自己 找到黃曉明和大S三角的關係 這次你相信我製作人都是你選男女主角 你有沒有頭緒想找甚麼類型的男生和女生 現在未定 會有兩個女主角 我希望一個是在內地找 另一個是在香港和台灣 其他地方找一個 你近期喜歡甚麼類似的藝人 你很欣賞 雖然未找 但如果可以跟他們合作就好了 有沒有 中港台也可以 會有很多想要合作的女演員 不過我覺得 我不想跟誰合作 然後總是要把他放進我的劇中 我希望寫出這個角色 他適合誰 然後我會跟這個角色 去找適合這個角色的人去演 這次是否只有你一個男生 主要是只有我一個男生 那就不會有衝突 不會選擇角色 但在旁邊的角色 像上一次這樣 是的 好的